将帅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赢 我汉室七十年来 对匈奴屡战屡败 这种局面 从今以后必须彻底扭转 从此以后 攻守异刑了 后可往 我亦可往 我的八百经济 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 我要出奇兵 将军 这是到哪里 不管这么多干什么 你们只管跟着我冲下去 见敌就上了 帐外 另有两千零二十八颗敌军首级 请大将军亲人 调遥校尉 攻冠全军 封为冠军侯 王庆路途摇 我们要的就是话 像什么店一样 以前的兵书 知道一些战略的吗 也就是你过去并敢 这么说谎 很像朕 骨子里像 二十岁的总帅 只涮万计精兵 就被深入到敌后几千里 陛下 此举是不是过于大的 谁让朕看中的将军 就只有二十岁呢 飘机将军最大的优点 天生富贵 从不受宽速 我们打都赢 过去并军军团出带军两千余里 至末 与幼贤王部主比而大拓之一 捕获王 尽头王韩王三人 斩杀 除路 匈奴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 匈奴又鼓励王所获 主力所时代尽 前卧军团仍在追王中 直逼匈奴老朝 即将踏林郎鞠去杀 这就是要把汉文明超越长城的风筝 去到四海去 风狼鞠虚 这是汉人第一次在游戎民族的境界上宣誓主权 摧毁了禅于最后的尊严 或许并从此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传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前一百一十七年 二十三岁的获取病叙事 此音不下